故事是嘎嘎精彩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来个赞 敬礼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周小斌和一连峰 准备再一次用黑的展开火拼 他们双方都不动用白的 你看也就定在当天晚上木林和煤矿 时间另定12点之前 这边你看他俩通完电话以后 一连峰把电话挂了以后 这边一连峰当时也是下午五点多钟 在这个通辽的新世纪大酒店 傅一城开始发脾气了 毕竟白道跟这个周小斌拼已经输了 这逼不得已也是重返黑道了 不言混的风声水起 他你说跟这小官官就附铁杠他们 那老老牛呢根本就不用回到这个黑的时候 这边迫不得已 你看一连峰把领带啪啪一扯 西装阁里啪啪 光个榜子 也就呈现出来了 一连峰啊 当时左青龙右白虎啊 这边挺狠的 回首一连峰 直接拿个剪刀啊 把这个头发 直接把着头回来这么一剪 剪发立四 这一仗 我必须把 骑在我脑瓜子上 拉死的周小斌 干死 这边你看 回首把他做一板凳都给砸了 啊 谢亲嘛 这边直接又拿起电话 当时就打给了 自己的亲兄弟 小连峰 喂 连峰啊 哥 你把所有 能出生路死的兄弟 敢打敢干的 你把他们领到副一场 哥 又怎么了 你别问了 快点 他这么一挂 啊 虽然小连峰脾气特别的暴 但是 他也怕他哥哥 一连峰 因为他哥哥生气的时候 小连峰也不敢喘大气 巴巴巴 领了25个 啊 新妇 也就来到了副一场 一连峰 一连峰当时这么一看 好 兄弟们 我一连峰这些年 你们跟我出生路死 我感谢你们 第二呢 我一连峰 对你们每一个人 啊 不论是跟我兄弟 小连峰 或者跟我一连峰的 我对你们 也不保 今天呢 我遇到了生死局 所有的赢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绝对我一连峰 不带强求的 能跟我一连峰 今天晚上 死在一起的 你们 你们 知意上 如果说 今天晚上 不愿意 跟我一连峰 参加生死局的 你们 随时都可以走 我一连峰 绝对 不再眨眼睛的 当时你看 这个 以小连峰为首的 哥 不管怎么的 我是进亲兄弟 我 不能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是我愿 跟你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边你看 小连峰 表忠心以后 你看 小连峰的得力干将 三光 连峰哥 我也是 这边 我也是 哥 连峰哥 我也是 我也是 八八 二十五个银 当时有十八个银 直接表忠心了 还有那么 七个银 当时有点辣胯了 你们都站过来 你们七个呢 我也不怪你们 你们现在随时都可以走了 如果说 我一连峰今天晚上 能活着回来 你们还可以跟我一连峰在一起 啊 我说过 不强求 人各有志 我也感谢你们 你们可以走了 当时 这七个小人 当时 战战兢兢的 说实话 又害怕 又忐忑呀 啊 连峰哥 啊 那个连峰哥 那我们走了 当时 小连峰当时有点想法 你妈的 啊 我哥就 这么生死局 你们跑了 当时小连峰 就有点要暴怒了 眼神透露着杀气 这边一连峰这么一看 拍拍小连峰的肩膀 连峰啊 我跟你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是我让他们走的 哥 你别说了 当时 这个一连峰啊 跟小连峰说话挺冲的 但是跟这七个兄弟 说话 也挺温柔的 说兄弟吧 你们走吧 啊 赶快走 不然我一会儿就反悔了 啊 不能反悔啊 那就是 让你们催 你们走吧 连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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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把拳走了 这边一连峰 转过身 对 另十八个兄弟啊 表示感谢 我感谢你们 能够信任我一连峰 这边你看 有的粉丝可能就喷我了 所以你讲这个玩意啊 太磨叽了 咱说讲故事 讲的就是银情事故 讲的就是贴合实际 讲的就是现实 哗哗 你们有的就是粉丝呀 喜欢听 上来就打爸爸 快节奏点 啊 那都是假的 都是编的 我跟你讲 这个故事呀 最精彩的就是银情事故 有一句话 那个张国磷说的好 江湖不是打打啥啥 江湖是银情事故 讲的是银情事故啊 我这里面还是说一句 不喜欢听我故事的 你就是听 听到哪 你不喜欢听了 马上滑走 你取关都行 我讲故事 只给 讲给我喜欢听的也啊 那么 一连锋的时候 为什么表一连锋呢 那么能跟周小斌 也是咱们这个主因公 打仗的 他也不是街上走的 二溜的 对不对 说跟周小斌打起来 他也都有实力 也有头脑啊 对不对 咱们虽然周小斌 是主因公 但是跟周小斌 对着干这些人 也不简单 那么 我讲这个一连锋 也充分表现了 一连锋这个人呢 他有头脑 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其一 其二 有魄力 有格局 你看 这二十五个人 完全可以说 逼着你们 跟我出生路死 谁敢不从啊 对不对 这就是现实 但是 一连锋 选择了 隐姓 说明一连锋 这个人 有自己的 银格魅力 那么 你看这十八个人 也是自愿 留下跟他 干这个生死局的 就能体验出 这个一连锋 这个人 还可以 那么咱们 把四九 直接转回到 不能说全跟着去 我也有十个八个 跟我出生路死的兄弟 啊 我今天晚上 随你去吧 那么郭小慧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郭小慧 也是发自内心的啊 这一边 你看郭小慧 跟周小斌 从一开始的 对着尬 到这个郭小慧啊 有点害怕周小斌 到后来的崇拜 到今天的 要想抱周小斌的大腿 引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再一个 这个郭小慧 是双疗的 一把大哥 也是双疗的首富 也能体现出 这个就是现实 就是隐姓 当时你看周小斌 也有格局啊 这边说不用 郭小慧 我已经麻烦你很多了 这是其一 其二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解决啊 我感谢你了 这边你可以 领着你的兄弟 二百多号演 回去吧 行 那个周公长 如果真有需要的话 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了 也走吧 这边你看啪啪 郭小慧也撤了 这个时候 咱说呀 时间就来到晚上 六点多钟 也就是傍晚的 晚上还有一场火拼呢 他们杀 也要回到这个 绿洲酒店啊 整顿待发嘛 这边也就来到 这个二手接大车上 当时你看 刘维开着车 这个咱们表一表 他们各杀 各自的想法 周公是在车上 也就说了啊 说咱们的宝马车 已经被打上塞着了 但是你哥俩放心 孟宁和煤矿包成功之时 我之前也说过 给你们哥俩 一人买一台老死来死 就是说 今天晚上火拼可以啊 我对你们不保 这边又问了 刘维啊 咱们的AT47 还有774 还有多少发 阿就纸阿就蛋呢 刘维说 宾公子我哥 那个啊 还有 一样还有十多发 周公子说 够用了 毕竟从2003年到2007年 我大大小小包了 无数的煤矿 也打了无数的仗 从来没有赢 能拿AK47 像我们一样的 就是我们独一无二 有AK47啊 就有那么五发 阿就死阿就蛋 也够用了 这边刘维的想法 也是 宾公子我哥 够用了 啊 当时刘维就是 就是生死我都跟周公子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周公子也是给我一次机会了 啊 为什么呢 头几天我在牧林河没矿 我被人干趴下了 周公子给我这次机会 也是让我找回面子 给周公子找回面子 给自己找回尊严 当时你看刘维 特别的啊 想干这场这个火拼嘛 但是刘维他胆小 这是其一 其二 刘维当时他冷静啊 这边刘维毕竟比他俩都大 当时周公子也就是三四岁 刘维都四十多岁了 但是刘维还得管周公子叫哥 这不是分年龄 而是分段位啊 刘维说了一声 宾公子我哥 那么你 你看 就咱们杀 还是咱们杀吗 周公子说是的 刘维当时 汉直接就下来了 刘汉当时就说了 宾公子我哥 那有前车之鉴 就昨天晚上 也是咱们杀去的 啊 这回一连锋 势必要更加的猛烈呀 宾公子我哥 啊 你看 我跟刘维良 生死无关紧要 但是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 讲话来着 刘汉说的话没毛病 就即使我跟刘维俩不死的话 你周公子就已经干死了 我们俩没有你 也得废 啊 这边 周公子当时 你可怎么跟刘汉说的 刘汉呢 我们在社会上混的 两只脚踩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 你们是 一只脚踩在 牢房之上 一只脚踩在 生死之上 那么我 周小斌呢 跟你们例外 我一只脚踩在 金钱之上 但是 另一只脚 跟你们 却是一样 如果今天晚上 我周小斌 真就死了 那也就是咱们的结束 咱们的命 你看 周小斌 当时就这么说了 刘汉一看 急眼了 啊 再一个 说的没毛病啊 啊 就 就是我刘汉的命 你就是我刘汉的命 对不对 我得信命啊 啊 你周公子是我刘汉的命 我就得信命啊 当时爸爸 你看 也就回到 绿洲酒店了 这边 咱们再把四角 转回到一连锋这边 一连锋这一看 今天晚上 有十八个兄弟跟我出生路死了 啊 这 算是可以 但是 周小斌之前 三个人拿着 AK来着 有前车之鉴了 势必今天晚上 要走 要走更多的 或者给我来点更猛烈的 我弹枪 匹马 指定是不行的 而且 我 一连锋有头脑 我得找个垫背的 当时你看 一连锋就想到了 这个通流的天上银间 酒吧 刘大强 当时 坐着奔驰车 晚上七点 也就往这个刘大强的天上银间去了 你看在车上 一连锋把电话打给了刘大强 喂 我是一连锋 易老板 我知道 你是一连锋 怎么了 什么事啊 这样啊 我十分钟以后 能到达你的天上银间酒吧 我易老板呢 你是来玩的吗 那么 晚上八点开 开门 你来走了 这样啊 我是去帮助你的 那么 我要助你一臂之力 你一直 都想要当 这个一把大哥是吧 当时你看 说到这个刘大强心坎里了 刘大强说 是又怎样 但是始终 我得敬佩你 易老板 啊 你是一把大哥呀 啊 你 我要是能攀上 这个 附铁缸 我也就是一把大哥了 啊 这边你看 刘大强就 就反咎了 这边一连锋说 你这样 因为我能攀上这个附铁缸 我是遇到贵银了 而你想要当到一把大哥 你也得遇贵银 那么我就是你的贵银 我到你呢 谈一些事情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把一把大哥 让给你 这边 刘大强就想当 同僚的一把大哥 说行 那你来吧 我在地里等你 说好 十分钟以后 我到 啪啪 你看 他们就会面了 在天上迎接 这边 好